家人们你知道这个萝卜咸菜怎么胭脂才能好吃入味 还特别下饭呢 今天我就把我的制作方法分享给大家 可以给大家做下参考 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 想吃的时候也给自己的家人做上一份吧 首先准备一根白萝卜 把它给它去皮 然后在对半切开 再切成四半 再给它切成夹刀片 第一刀和第二刀不要切断了 等第三刀给它切断 切成像视频这样就可以了 家人们 切好以后装入碗中 加入一把的精盐 底上下给它翻拌均匀 腌制二十分钟 今天二姐还得麻烦你点事啊 帮二姐点个赞呗 就是对着手机瓢膜点两下 支持我一下点一个赞 辛苦您了 感谢您了 家人们看看这是我腌好的萝卜 把多余的水分倒出 然后加入清水给它清洗一遍 洗去萝卜表面的盐分 这个时候啊 咱们一定要钻干水分 能有效的去除萝卜的辛辣味 咱们再给它装入碗中 加入提前切好的小米辣 和一勺的棉白糖 两勺的生抽 和一勺的陈醋 这一步很关键 家人们 咱们加入一瓶的雪碧 这样腌制出来的萝卜 吃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辛辣味 清脆爽口可好吃了 然后我们戴上手套 底上下给它翻拌均匀 放入冰箱冷藏12个小时 这样会更入味更好吃 家人们 这是我冷藏好的萝卜小咸菜 是不是非常有食欲 早上配个馒头包子 喝个粥都可好吃了 如果你感觉我教的用心 讲的细致 就给我点个关注呗家人们 最后阿姐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没准还真能有点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